运动学生出生并在未来有意担任教师或教练的东大运动竞技学士学位学成的同学 日前举行夏令营活动 学生表示在学校担任实习老师的经验很不同 营队的举办有助于面对更多的孩子 并且从中可以学习和小朋友相处的教学秘诀 由就读国立台东大学运动竞技学士学位学成的学生 所举行的尽情释放选手村的奇幻旅程属其运动营 来到活动尾声 40位参与学员以及家长 于是9号上午共同参加成果发表会 回顾6天午夜发生的大小事 地区参与学员 办理活动的大学生为运动员出生 未来有意在各专业领域中担任教师或教练 对此大学生表示 与在学校实习的经验不同 活动中能接触到非体育专才的学童 透过应对的举办 更有机会与孩童相处 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 毕竟我们带的学生 就是体育生再上去 可是这些小孩都是一般生 所以可能一般生 可能就会觉得说 体育细胞没有这么好 或是可能没有这么安静 或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有可能也有遇到安静的学生 有可能也有遇到暴动的学生 觉得都是经验问题 可以接触更多小朋友 然后自己在对未来做教练的时候 可以更轻松的面对他们 往后我是希望是可以当一个教练这样 然后当教练的话 因为会带小朋友嘛 他借我这次的营队 就是观察小朋友的习性啊那些 他们的就是掌握他们的可以掌握他们的心情 然后去做教学这样 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耐心 对还是在不管是跟小朋友沟通或是相处 我觉得里面最需要的是耐心 还有聆听对聆听 对聆听学会聆听他们想说的 而不是说我们 就是因为是用我们的自己的方式去主导小朋友 对而是主要是我们如果我们去聆听的话 小朋友更能够接受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对借由营队活动的办理 除协助大学生培养活动筹备执行与应变的能力 更让学生学习与学童的相处之道 协助他们在未来担任教职的过程中 具备更充足的耐心并累积经验值 记者江碧任台同事报道